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Joyce 今天这个影片要为大家来占卜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情感对象 他喜欢你吗 他还喜欢你吗 今天进行的方式 桌面上有六张不同的牌卡 请选出一张你比较有感应的牌卡 如果还不能决定 可以把时间按暂停 有需要预约做个人占卜的观众 可以看下方的说明 这是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 第五个选项 第六个选项 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也非常谢谢一直以来 一直支持Joyce的观众朋友 也因为你们的支持跟鼓励 才会让这个频道更加茁壮的成长 今天也换上全新的背景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欢迎刚刚加入这个频道的新朋友们 也不要忘记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开启通知的小铃铛 在以后我也会为大家推出更多 更有意义 更对你有帮助的占卜影片 准备好了吗 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占卜 首先我们来看选到 第一个选项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也跟你一样 他也喜欢你吗 首先这里第一张你抽套的牌卡 是雷洛曼的百合花 出现这张花朵 是代表着一种 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 是处在一个相当充满着激情 充满热情的一个阶段 比较像是一个新的情感的开端 也象征着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觉得你是相当有魅力的 这张也有代表一种良性的吸引力 也代表他目前对你的心情 我相信对你的喜欢的感受 是相当单纯的 相当真心的一种情感 所以看到目前为止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是喜欢你的 再来我们来看你第二张抽到的是Rose 这里抽到的是玫瑰花 它上面的文字我朗读一下 它告诉你Romance is in the air 所以很多选到这一组的 目前你跟这个对象 比较像是暧昧关系 你们最近的互动的状况 我相信是相当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塔罗牌卡呢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S of meters 第一张你就抽到的圣杯一 出现这张是象征着一个新的感情的开端 也象征着你跟这个对象 目前彼此是互相喜欢的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很多你们选到这一组的 目前是在暧昧关系当中 虽然你们还没有全人关系 不过我相信最近你是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对象对于你是有好感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张你出现的是S of Spirals 这张牌对应到塔罗牌的全杖一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抽到两张跟数字一有关的牌了 第一张是圣杯一 第二张是全杖一 都代表一段新的感情的开始 也代表着充满感情跟充满激情的一段关系 所以很多选到这一组 如果你们目前还在暧昧关系当中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加把劲 好好的去努力 好好的去经营你们之间的关系 在近期之内是非常有机会 彼此确认关系 进入到交往的一个状态 而且很多选到这一组的 很可能是你或者是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最近才刚结束掉一段感情 所以这里也出现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选到这一组的也恭喜你 最近的情感生活 会步入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 再来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Night of Meaders 这里出现的是圣杯骑士 所以我相信你是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对象近期之内 他是会对你示好的 而且他可能也经常约你出去 你们之间的互动是相当暧昧的 这个人是喜欢你的 他对于你是有好感的 再来我们看下一张 你这里抽到的是教皇牌 不过出现这张牌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讯息 第一个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很可能年纪比你稍微大一点点 那如果年纪没有比你大的话 他在性格上是一个相对于你 他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稳重 甚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他做事情有点一板一眼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他有时候他表达情感的方式 也是会属于一种 比较内敛一点 并不是那种会让你觉得相当浪漫 相当热情的一个人 不过出现教皇也在象征着 你的这个对象 他是一个相当可靠 相当认真 他目前对对待这段情感 他是抱着一种相当认真的态度 甚至他打从一开始 他就会考虑到比较长远的一个状况 他很可能已经开始去思考你们的未来 也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另外会出现教皇这张牌 也是一个蛮强烈的暗示 如果说你跟对方目前只是暧昧关系当中 还没有确认关系的话 这张牌也代表一种比较长远 比较稳定的关系 甚至也有未来可能会步入婚姻的一张牌 也有这样的一个暗示 所以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个对象 很有可能他是你的证源 也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最后我们看你抽到的是 钱币骑士 另外出现这张牌也在暗示着很多选到这一组的观众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在性格上 有时候他对待你好的方式 他是会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去对待你好 而且他也会是一个步调比较慢一点的人 他会希望多花点时间去认识你 多花点时间去观察你们彼此的契合度 虽然说他感觉动作是比较慢了一点 很可能你会再猜测他到底有没有喜欢你 不过目前为止的讯息是蛮强烈的 这个对象对于你是相当有好感的 很可能他的外表会是比较矜持一点 或是他也比较不敢这么的直接表达他对于你的好感 他还在等待一个时机点 而且他也会是一个比较慢热一点的人 我希望你要多给他一点时间 好好的去认识彼此 最近你们可以多花点时间相处 我相信这段情感已经在萌芽当中了 目前看到这里为止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是相当喜欢你的 而且在他的眼中你也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一个人 不过如果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的这个对象他的缺点可能是 他会比较不擅长表达 而且可能他会用一种比较慢的速度向你靠近 所以我会希望如果你个性比较急躁的人的话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 我相信你们在近期之内是非常有机会步入交往的状态 而且是一段会相对于会相当长远的一段关系 因为这个对象他对待感情的态度其实相当认真的 他也会是一个处理情感上蛮成熟的一个对象 他不会是那种很快的跟你进入交往的关系 因为一旦他交出他的承诺会是相当长远的 他会比较希望跟你长远的发展下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你第一张抽到的是inspiration 这张天使牌卡 这张牌上面的inspiration本来是代表一种灵感 也代表一种情感的萌芽 情感的开端 所以这是个好兆头 选到这一组的观众 你跟这个对象的感情正在萌芽了 再来第二张你抽到的是new beginnings 抽到的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很多的你或者是他 可能近期之内才刚结束掉一段 让你觉得很痛苦很难过的一段感情 不过也恭喜你 你目前的情感生活 即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样的一个新的人 即将进入你的生命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一张讯息牌卡呢 你这里抽到的是happy hugs 我朗读一下上面的文字 他告诉你 There is a nice warm feeling about being loved and cared for 这里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他在告诉你 目前的你是感觉相当温暖的 你是很在意对方 你们是彼此在意彼此的 而且是感受到被爱被关怀的 以上就是选到 第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得你有所帮助 再来我们来看选到 第二个选项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喜欢你吗 他还喜欢你吗 首先第一张雷洛曼卡 这里出现的是child 这里出现的是代表小孩的一张牌 通常出现这张有几种解读的方向 第一个代表你们目前这段情感 不管你们的状态是如何 比较相对于 比较不是一段这么成熟 或者是不是那么的稳固的一段关系 小孩也代表有时候过于的天真 有时候代表并不是那么的成熟 或是考虑没有那么的仔细 也代表很多这张牌 其实也有代表一种 比较像是朋友这样的关系 像是友情般的关系 不过也是一个充满着天真 开朗开心的气氛的一张牌 不过这张如果用在感情上 有时候也代表这段情感 还不够稳定 甚至比较像是介于朋友 跟恋人之间的那种感觉 也在象征着很多的你们 在这个对象的眼中 其实他也觉得你蛮可爱的 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牌卡 来帮你判断一下 到底这个人他有没有喜欢你 目前的感觉我觉得比较像是 你们相处的感觉还蛮愉快 还蛮开心的 很可能有些你跟这个对象 也认识相当久了 会出现小孩这张牌 也有部分代表 你们可能是青梅竹马 或者是说你们可能是 读书时期就认识了 可能认识相当的久 那后来才会彼此有好感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状态 这张牌是跟孩童有关 跟童年有关 也代表一种天真 代表不够成熟 不够稳定的一段情感 接着我们往下看 你还有抽到哪些牌卡 再来我们进行到 塔罗牌卡的部分 这里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权杖随从 出现这张牌 就像刚才的小孩那张牌一样 这本身也是一张代表探索 代表激情 代表新鲜感的一张牌 不过这张牌给我的感觉 也比较像是友情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多选到第二组牌的观众 目前为止有一种状况是 你跟这个对象第一个如果不是以前就认识的 很可能是最近才刚刚认识的朋友 而且这个对象目前为止 他觉得跟你相处起来是蛮开心的 甚至他也觉得跟你在一起可以去做一些 他之前可能没有做过的一些活动 他在你身上也对他对于你目前是好奇的 是充满好奇心的 你们彼此的那种感觉比较像是 彼此的对于彼此的认识 还不是那么的深入 有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不过这张比较像是友情的牌 目前还没有看到关于爱情的牌 我们继续往下看 再来第二张你抽到的是个算 第二张出现了太阳牌 那这张太阳牌上面也做了一个小孩子 所以选到第二组的观众 这里有一种解读的方向就是 第一个在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的眼中 他觉得你相当的可爱 因为这边很多张都跟孩童有关 另外也代表一种很欢乐 很开心很愉悦的一种气氛 所以看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这段关系比较像是在他的眼中 他目前觉得跟你相处起来是相当开心的 比较像是朋友的那种感觉 还没有看到那种男女之间暧昧的一个状况 所以可能先不要回心 不过至少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对象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是觉得蛮开心的 而且也蛮享受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让他觉得很开心很无忧无虑的 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3 of Clause 这张牌的出现也代表一种欢乐的气氛 也代表很多人 也代表一种大家很开心的聚会 所以以上看到这里为止 选到第二组牌的观众 目前比较想要说的是 其实这个对象比较看起来他还没有到喜欢的程度 不过比较像是一种友情的一种友谊的那种感觉 你们可能经常会一起出去玩啦 然后也会跟不同的朋友一起出去 他目前为止他是他自己身边可能有其他选择的对象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本身他也是一个蛮有魅力的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朋友蛮多的人 所以他目前比较像是把你当作比较好的朋友 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好再来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Page of Clause 这张牌的出现也在象征着一种友谊 当然也在代表目前在看影片的你 对于这个对象我相信你是有好感的 甚至这种好感有时候是代表一种过度的依赖 也有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另外也要提醒选到这一组牌卡的观众 这里一直有看到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 可能太过的天真 或者是说太容易交出你的真心了 所以也特别提醒你可能要多观察一下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不要这么快的交出你全部的真心 因为选到第二组牌卡的观众 你很容易在爱情上 你是一个蛮容易喜欢上别人的人 而且你一旦喜欢上了 你是毫不保留的交出你自己 不过看到目前为止 你的这个对象 他还没有想要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蛮injoey目前身边很多朋友 甚至很被很多人喜欢的那种感受 所以要特别提醒你哦 目前他比较像是把你当做好朋友 甚至他身边还有其他暧昧的对象 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的是了佛 抽到这张牌也代表你的这个对象 他是一个相当热情相当奔放 而且热爱冒险的一个人 有些时候也代表一种比较任性一点的 所谓的任性是指说 他很会做他自己 或是一个他很会表达自我的人 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 这样的人他的确是充满着魅力的 因为他非常的勇于表达他自己 而且也会去散发出他个人的魅力 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不是会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 不小心伤害到你的感觉了 有时候他其实是无意的 这样的人他比较在意的是他自己 甚至他目前为止他也认为 他把你当做很好的朋友啊 他可能还没有感受到 这里有一种状况是 这个对象他其实也并不知道 你对他是有好感的 他会认为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他对待身边每个人 可能都是这么的好 这个也会让你觉得 心里有一点点吃醋 或是是有一点点默默会受伤的感觉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 你目前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有时候也是一个 比较大而化之的人 他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 他把大家都当成朋友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他并没有在意到你 有这样的感觉 你会觉得有稍微 有点失落的那种状况 不过也鼓励你说 目前先不太需要太沮丧 因为整体的气氛看起来 我觉得你们相处是相当愉快的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跟这个对象 有所进展的话 我希望你至少先维系 你们目前这样欢乐的气氛 慢慢的再加深对这个对象 彼此的认识跟互动 至少现在你们相处的气氛 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也要提醒你哦 近期之内可能比较不适合 跟这个对象告白 因为目前的他 我认为他把你定位在 就是比较像是朋友 他还没有对于那一种男女之情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如果你贸然的跟他告白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他拒绝 或者是他会用一种很 自然的方式去逃避这个话题 他会赶快转移你的话题 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牌卡呢 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Celebration Fun Enjoyment 这张牌是代表一种 很欢乐的气氛 所以选到这组牌卡的观众 我会提醒你们 你就最近就好好的 享受跟他在一起 这种开心的感觉就好了 尽量先不要去改变你们的现况 因为我怕你会失望 有看到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目前这个人 他也还没有想要谈感情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下一张你抽到的是Friendship 这张牌是代表友谊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对象目前是把你当做 一个相当好的朋友 在第二张这里出现的是 Inner Child 这代表一个是内在的孩子 所以会出现这张牌 他在告诉你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在爱情上 你是一个相当单纯 相当天真的人 甚至你是一个非常容易 教出你全部真心的人 也要特别提醒你在爱情里 要懂得去有所保留 不要这么轻易的交出你的全部 必须要好好地去观察你跟这个对象 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性 这样子才会避免你自己受伤 不过也希望你要维持你这样的一个 非常充满活力 非常对于生活是充满着热情 充满好奇心的特质 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特质 而且我相信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也很喜欢你这样的特质 他觉得你是相当可爱 对他来讲跟你相处起来是相当开心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最后一张讯息牌 他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 Friendship shines out 这里也在讲友情 我相信看到目前为止 你可能有点小小的失落了 他的确是把你当做很好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文字 他告诉你 Let your cup over floor with the pleasure of friendship 这张牌是告诉你 好好的去经营 好好的去享受你们这段友谊吧 所以希望你目前先不要灰心 虽然说现在的他 他只把你当做朋友 不代表未来一定没办法发展 这只是短期的一个能量的状态 也希望你要能够维持你们这段关系 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我相信未来现在没有机会交往 不代表未来没有 不过目前为止 他是比较把你当做一种对好朋友的喜欢 以上就是选道 第二组牌卡的观众朋友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得你有所帮助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选道 第三号牌卡的观众 我们来看一下你心里所想的他 他也跟你一样 他喜欢你吗 首先第一张雷洛曼 这里出现的是Cloud 出现云雾这张牌是代表一种非常模糊 非常不清楚或者是暧昧不明的关系 也象征着第一个 很多选到这一组的 你们目前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明确 很可能这个对象已经跟你失去联系了 或者有一部分是分手也会选到这一组 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会让你搞不清楚 到底迈向哪一个阶段 对方一直不愿意跟你明确的确认关系 也会选到这一组 所以看到这里为止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问号 所以回应到今天的问题 到底他有没有喜欢你 其实有一种可能性是 你现在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对于你的感情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你在他心中的定位是什么 基本上这段关系是相当暧昧相当模糊的 甚至连他或者是连你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真的喜欢对方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还要抽到哪些牌卡 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相当不明确的 甚至他也弄不清楚到底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接下来第二张我们来看你抽到的是 Teardrops 这张抽到的是眼泪 所以呼应到刚刚所说的 很多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目前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这代表有伤心 代表难过的一种状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还有抽到哪些塔博牌卡呢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Six of Cups 这里出现的是圣杯六 这张牌的出现通常代表怀念过去的美好 也代表目前的你还在想着过去的一个人 通常出现这张也在暗示着说有一部分你们这段关系比较像是已经结束了 这张牌也代表想念 代表怀念 不过呼应到今天所说的 我相信在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的心目中 他也是会想念你 他也是会想起你的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喜欢呢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一个感觉是一种怀念过去逝去的情感 也代表怀念过去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张这里你出现的是Fight for Cups 这里出现的是圣杯五 出现这张牌是代表一种失落的一种状况 也代表失恋 代表难过 甚至有一些自责的一种感觉 所以看到这里为止 这两张牌都是跟圣杯有关 所以呼应到今天的主题 我相信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这种感觉是比较像是对于过去的失去的一段感情的一种遗憾 或者是难过的心情 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他对于你到底还有没有喜欢的感受 甚至这种比较像是对于过去失去的一段情感的一种哀悼的那种感觉 很可能他现在就算他已经没有这么喜欢了 但是对于这段情感 他还是觉得相当难过 相当伤心的 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甚至他也是会想念你的 再来下一张抽到的是 这里出现的宝剑三 就像我刚刚所描述的 这里是一种非常伤心 非常难过的一张牌 不过有时候宝剑三也象征着你们这段情感关系 为什么会破裂 有时候也代表有第三者的介入 但是特别提醒你 这是大众占卜 不会每个每段感情都有第三者的介入 你只需要听取吻合的讯息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这段情感对于你来讲是相当受伤的 相当难过的 而且也象征着你们之间有一些心结跟误会 是到目前为止 彼此都还没有释怀 还没有真正的去放下的一段情感关系 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出现星星这张牌 这张牌是象征着一种距离 所以有一部分你们是远距离 或者是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城市 不过星星也代表 在你们这段关系经历了一个 剧烈的一个变化之后 通常是一个直转即下的一个 比较不好的变化 很可能是对方突然离开你了 你们突然断联 或是突然分手 或是对方突然变得相当冷淡了 这样的星星是在这样的一个 巨变之后 一个恢复平静的一个心理状态 不过星星也在代表着一种 非常遥不可及的一种希望跟理想 有时候也代表一种来自远方的想念 也代表一种距离感 甚至也象征着说 在你或在她的心目中 也一直认为 你们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种距离 这种差距 不管是你们现实上的一些价值观的想法 或者是你们的背景 或者是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身份地位 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差距 也会导致你们这段关系 没有办法顺利 另外也在象征着一种 比较没有办法被实现 或者是一段 在你的心目中相当渴望的一段情感 但是却非常的遥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的是The Tower 这里出现了高塔这张牌 就如同我刚刚所描述的 有一部分你们选到这一组的 你们的关系到了后期 会有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 通常到现在为止 你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这一所谓的剧烈变化是指的说 你们的关系原本我相信是相当不错的 甚至可以直接回应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问他现在还喜不喜欢你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目前的他我相信他自己心里 并不是那么的肯定 他心里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在过去有一段时光里 这个人是喜欢过你的 他的确是有喜欢过你的 因为这里一直看得到一种伤心难过 对于过去失去情感的一种遗憾 不过今天的题目是 他现在还有没有喜欢 这个到目前在他的心里 我认为答案是相当不明确的 是一种非常模糊 非常暧昧 甚至他也弄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不过出现高塔也在象征着 你们这段关系 经历了这个急转直下的一个变化之后 通常高塔的出现 也代表你们之间的关系 在短期之内 是比较难回到过去 是比较难被修复的一段情感关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要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下一张你抽到的是Healing 这张牌是代表一种疗愈的一张牌 所以很多选到这一组的观众 也希望现在的你 要好好的去疗愈你自己 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 这里的宝剑三是一种相当伤心 相当痛苦的状态 我相信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也是很难过的 他也是很伤心的 他也不希望你们的关系 会走到今天这个状态 目前的他也正在疗愈他自己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 你有抽到什么牌卡呢 再来你抽到的是Stargazing 这张牌就像刚才那张星星 那张牌一样 看着画面上这个人 他一直在望着远方天空上的星辰 这张牌是代表一个来自远方的想念 所以我相信目前在看影片的你 你是相当想念他的 他也是想你的 他也是会想到你的 不过通常出现代表星星的这张牌 通常都是象征着一段相当过度理想化的一段感情 但是却又很难以得到 很难以跨越的一个阻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张文字牌卡呢 最后你抽到的是Rise Above the Clouds 这张牌上面一样坐着两个小孩子 上面的文字我朗读一下 他告诉你 他说欢笑能够把所有的乌云 让所有的乌云都散开来了 我相信这张牌相当呼应到你一开始选到的雷洛曼这张云雾 这张牌 他告诉你 你们过去是有一段时光 是相当开心 相当快乐 相当幸福的 就好像画面上这两个小孩子一样 他在告诉你 我觉得这两张牌摆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是 这个人他曾经是相当喜欢你的 他心里是有喜欢你的 不过目前这样的感觉在他的心目中 就像是被云雾遮住了 是一团问号 不过这张牌也代表 曾经他对于你是这么的真心 你们是这么的快乐 以上就是选到 第二组牌卡的观众朋友供你做参考 第三组牌卡不好意思讲错 这是第三组 第三组牌卡的观众朋友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再来我们来看选到第四组牌卡的观众 我们来看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也喜欢你吗 他还喜欢你吗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张雷洛曼卡 你出现的是高塔 雷洛曼卡 雷洛曼牌卡的高塔 跟塔罗牌上的高塔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这张牌是代表一种相当自我 相当孤独的一种状态 也代表一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对待你目前的态度可能是比较冷漠的 或者是说你对于他也是 这张牌也代表一种 足起心强的一种感觉 也代表一种相当孤独的心理状态 所以很多选到 这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你跟这个对象目前的关系是比较冷淡的 甚至他也比较 有距离的一种感觉 你们之间可能已经断联或者是已经分手 或是已经进入冷静期的一个状态 这张牌也代表着 你跟这个对象之间 其中有一个人是太过自我了 比较太过于在意自己 并没有在意到对方的感受 所以这个也会导致你们这段关系进展 并不是那么顺利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牌卡呢 第二张你抽到的是Forest 第二张抽到的是代表森林 我朗读一下上面的文字 你抽到的是model unclear thinking 代表着是一种非常混乱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困住的一段关系 所以这两张牌放在一起的感觉是 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我认为他比较像是拒绝跟你沟通 甚至他把自己孤立起来 自己关闭起来的那种感觉 也代表你们这段关系到目前为止 是相当让你觉得是卡住的 而且你自己也弄不清楚 想不明白 到底这段关系未来该怎么走 我相信在你这个对象的心目中 他也是 不过他处理的方式比较像是 築起他的心墙 他不愿意跟你沟通 会用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来对待你 所以看到目前为止我会认为 回应到今天的主题 他到底还喜不喜欢你 我觉得目前他的情感是关闭的 是比较感受不到他的情感的 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冷漠 或者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一个情感状态 接下来我们进行到打楼牌卡的部分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7 of Cubs 这里出现的圣杯期 不过这里出现的是逆位 通常出现圣杯期代表 过去在这段情感关系里 有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你跟这个对象是相当暧昧的 的确你们之间一开始会有这种情感 不过也象征着说 你们当时是在彼此对于彼此 都不太认识的一个状态底下 对于对方都有一些好奇跟期待跟幻想 不过目前这张牌已经是逆位了 也象征着一种幻灭 或者是认清事实的一个状态 甚至也代表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对于你比较没有太多情感方面的想象 也代表一种彻底幻灭的一种状态 接下来第二张这里抽到的是 The High Priest 这里抽到的是女祭司 通常出现这张牌代表着一种相当静态 相当被动的一张牌 也代表一张比较隔绝情感的一张牌 就像我刚刚所看到的 你的这个对象最近对于你他会是比较冷漠 甚至可能从头到尾他都是这么冷漠的一个人 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这里的女祭司也代表一种静止的状态 所以最近这段情感关系在近期之内 是比较不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改变 再来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Ass of Pentacles 这里的前币衣你抽到的是逆位 这张牌的出现也在代表 很多的你们 你们这段关系可能就像我刚刚所看见的 比较像是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一段情感关系 这里的前币衣代表一种承诺 代表交出承诺 不过这张牌一直都是逆位 所以代表这个对象并没有跟你表达他对于你的感情 甚至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而且也象征着目前这个对象 他也不想要交出他的情感 不想要交出他的承诺 有看到这样一个状态 最后这里出现的是Full of Cups 这里出现的是圣杯寺 出现圣杯寺也代表一种平淡 代表一种倦怠的一个状况 也代表一种冷漠抽离的一个情感 所以看得出来你现在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我认为最近的他对于情感是比较提不起劲的 所以你也感受不到他太多的情绪 甚至他也把自己封闭起来 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最后你这里抽到的是 Strength 这里抽到的是力量牌的逆位 这张牌的出现也在象征着这段情感关系 如果你想要去维系的话 是必须要耗费相当大的力气 相当大的努力 甚至让你觉得你要一直去讨好对方 一直去顺从对方 也代表这个对象在他的心目中 如果你一直想要讨好他 或者一直想要靠近他 或者一直想要对他示好 他是有感受到一种压力的 当他感受到压力 他处理的方式 比较像圣杯寺那张牌 就是逃避躲避起来的一种感觉 他比较不愿意去面对 目前你对他的情感 另外通常出现力量 也在象征着你们这段关系 真的要有所进展的话 你是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的 而且也会让你有一种很疲倦 目前想要放弃的一种心理状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这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这张牌是代表一种孤独 代表一种独自的心理状态 所以就呼应到 刚才一开始出现的那张雷诺曼卡 也代表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比较想要自己一个人 所以比较遗憾的想要告诉你 目前的他对于你 比较没有情感方面的一种感觉 所以现在的他我认为 已经不是那么喜欢你了 已经没有一种喜欢的感觉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这张牌抽到的是代表希望 所以我朗读一下上面的文字 它在告诉你 希望你要保有你的梦想 保有你的希望 就算你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当你一直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面 只会让你们的关系更糟 希望你能够乐观的去面对 目前的这段关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要抽到哪一张文字牌卡呢 最后你抽到的讯息牌卡是 Catch a rainbow 这里出现的是彩虹 我朗读一下上面的文字 Enjoy your day and stay positive And nothing can defeat you 他在告诉你说 好好的过每一天 并且保持乐观的心情 不会有什么事情可以打败你的 所以这张讯息牌卡是想要鼓励你说 其实看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对象 他目前比较像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他也不愿意去面对你对他的情感 就像刚才所看到的希望这张牌 我认为这里的希望 不见得说你在心中要一直渴望 你跟这个对象能有怎么样的一个进展 这里的hope也在代表 希望你不要对感情失去信心了 你要永远对感情怀抱着希望 就算你跟这个对象 没有办法进入到交往的一个状态 我希望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还是要保有这样的梦想 保有这样的期待 总有一天你是会遇到属于你的 真正属于你的感情 那个对的人是会到来的 希望你要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要一直让自己困在一个很负面的情绪里面 以上就是选到 这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选到第五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喜欢你吗 他也喜欢你吗 今天第一张你抽到雷诺曼卡是The Heart 所以看到这张牌我相信你是很开心的 这个对象他的确他是有喜欢你的 他想要把真心交到你的手上 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真挚的情感 接下来第二张你抽到的图卡是 The Heart 第二张你又抽到了一个爱心 他告诉你 Love, Deep Affection and Caring 所以这个对象他是很在意你 他是很喜欢你的 代表一个真挚的情感 所以很多选到这一组的目前你跟这个对象 很可能是已经交往关系当中了 而这个对象是相当爱你的 有看到这个讯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有抽到哪些塔罗牌卡呢 第一张抽到的是The Empress 出现皇后这张牌 如果说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交往的话 在这个对象的心目中你是相当具有魅力的 这张牌是代表外表的吸引力 特别是两性之间的那种吸引力 不管你们是否交往了 在这个对方的眼中 你是相当有魅力的 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另外这张牌也象征着爱情 所以恭喜选到这一组的观众 如果你们还没交往的话 近期之内是会步入一个交往的一个状态 再来第二张你这里出现的是The Lovers 就像我刚刚所看见的 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已经把你当成他心里的恋人了 所以恭喜选到这一组的 目前这个对象 他心里是有你的 他是相当喜欢你的 再来下一张你抽到的是The Emperor 这里又出现了 这里出现了皇帝这张牌 所以选到这一组的你可以留意一下 刚才第一张出现皇后 这里又出现皇帝 通常同时出现这两张牌也代表 你们这一对 你们这一组是相当登对的一组 也代表你们非常有机会步入到婚姻关系当中 很可能会共组家庭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深入交往的一个状况 不过出现皇帝皇后牌也要特别提醒你哦 你跟这个对象你们都有一个特质 很可能是你或者是他 甚至两个人都有 你们彼此对待感情的态度都是比较强势一点 你们都希望能够主导这段情感关系 所以要提醒你们 目前虽然看得出来你们的感情是相当融洽 相当深爱彼此的一组 但是也要特别提醒你 当你们的关系更加进入到深入的状态底下之后 尽量不要太过的强势或者是太过的自我 这样会影响你们这段感情的发展 再来我们再看一下你还有抽到哪些牌卡呢 下一张你抽到的是Full of Wands 这张牌象征着一种家庭 甚至象征着一段稳定的关系 也象征着婚礼 所以如果你问的这个人是不是你的证源 我相信这个对象他是你的证源的 看到目前为止这个对象是有喜欢你的 而且他会想要跟你步入一个很深的一个承诺 甚至会想要跟你共组家庭 也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不过接下来我要说一下 有一种比较极端少数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我之前在其他支影片也有提到过 因为当你同时出现恋人 又同时出现Full of Wands 出现权杖四 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暗示 这也代表两对恋人 或是代表其中一个可能是已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接下来描述的这一种 如果说你目前心里所测的这个人 他是已经已婚了 或者是你自己是已婚的状态 有这样的状况也会抽到这一组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问说 他有没有喜欢你 我想回答的是他有的 他是有喜欢你的 他心里是有爱你的 不过这里的牌也显示着说 就算他心里是有你 他是有爱你的 他目前的他也没有办法去为了你去舍弃 他原本有的那段伴侣的关系 因为目前看得到的是 还是有两对情侣出现的一个状况 不过请各位观众要记得听清楚了 这个是少数的状态 几乎是比较少的案例 才会抽到这样子 大部分选到这一组 你们如果都是单身的话 就相当恭喜你 你心里所测的这个人 他是相当爱你的 而且你们是非常有机会 步入婚姻的 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这个人他是你的证源 接下来最后你抽到的是 Tandle Cuffs 这里出现的是圣杯石 这里出现了满满的石 一个圣杯 也象征着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想要把这么满的情感 都交到你的手上 这张牌也代表一种家庭的象征 所以选到这一组的 不只说你们会进入交往的状态 如果近期之内 你也有想要结婚的打算的话 我会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这个对象 我相信你跟他之间是非常有机会 步入下一个人生阶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Purity 这张牌代表是一种非常纯粹 非常单纯的一段感情 所以也在象征着一种相当的真心 就如同刚才一开始雷洛曼的那张牌 这是一段相当单纯 相当纯粹的一段情感 这个人对于你是相当真心的 在第二张你抽到的是Celebration 这张牌代表是一种庆祝的一个状态 他说 get ready to let your head on and celebrate 他说庆祝的时候到了 it's time to go out to dance and play an invitation could be on the way 这里是一张充满着欢乐气氛的一张牌 甚至这里也有一种婚礼的一种象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抽到的哪一张文字牌卡呢 最后你抽到的是 Life is a song being 他说爱就像阳光一样 我朗读一下下面的文字 Love radiates and the more it does the stronger it becomes 他说真爱是一直散发着他的光芒的 而且他只会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茁壮 所以恭喜选到这一组拍卡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跟他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这段 得来不易的缘分 我相信你跟这个对象是相当深爱彼此的 以上就是选到第五组排卡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选到最后一组排卡 选到第六组排卡的观众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是不是喜欢你呢 他是否跟你一样也喜欢你呢 首先第一张雷洛曼这里出现的是the coffee 通常出现这张牌是代表一种失去 代表关系的结束 也代表一种难过痛苦的一个状态 代表你为了一段失去的情感 你目前正在难过 所以比较遗憾的想要告诉选到最后一组排卡的观众 目前这段关系看起来比较像是已经结束了 或者是说处在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 你还有抽到哪些排卡 第二张你抽到的是casket 它上面写说 他说有个人远离你的生活了 所以选到这一组排卡的 目前看到这里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 感觉这个人已经离你而去了 这段比较像你目前问的 比较像是在问分手的对象 或者是已经断联的对象 所以目前如果你跟这个对象是暧昧关系当中 而且关系相当良好的话 会建议你去参考其他的选项 这一组就比较不是要给你听的讯息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抽到哪些塔洛牌卡呢 首先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Night of Swords 通常出现保健骑士这张牌有几种状况 第一个代表你目前的这个人 或者是你都有可能 你们在这段情感关系里 第一个为什么这段关系不顺利 很可能是你或者是对方在个性上 或者是在脾气上 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好 有一点点的冲动 或者是会太过的急躁 会导致这段关系进展的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这张保健骑士也代表一种离开的意向 也代表这个人他突然从你的生命里离开了 也代表一种非常快速的一个变化 甚至是有一种来来去去的那种感觉 很可能这个对象跟你之间也经历了蛮多次分分合合的状况 你会一直觉得他有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 有点像是来去一阵风能的那种状态 所以看到这里为止 我认为目前看得出来这个对象的心思 比较没有在这段情感上面 所以回应到今天所说的主题 他对于你我觉得比较没有喜欢的感受了 而且也代表这段感情像是已经结束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束来得通常相当的快 就像这张保健骑士一样 会让你有点措手不及 或者是让你一直没有办法接受 再来第二张出现的是Adel Cops 这张牌是代表一种离开 也代表这个人他 第一种状况是 他为了追求他自己的人生目标 或者是人生其他的理想 而放弃这段感情了 而离开你了 另外这张圣杯巴也代表 第二种状况是 他有他其他感兴趣 其他想要追求的情感对象 所以他放弃了你 这张牌也代表一种抛弃的那种感觉 所以到目前为止会让你觉得 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这个人他的离去太过突然了 甚至你会有一种 一直被他留在原地等待的那种感觉 但是看得出来这个人他已经走远了 再来下一张你抽到的是 Five of Swords 这张牌是代表宝剑舞 代表一种冲突 代表心结 通常抽到这张牌是代表 你们已经分手 或是断联也会抽到这一张 也代表你们之间 关系到了后期 其实也会出现一些相当激烈的争执 就算没有激烈的争吵 也会经历着一种 让彼此心里都不是很舒服的 一种冷战的一种状态 你们彼此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是那种心结 还是存在你们心中的 再来你抽到的是 Nine of Swords 这一抽到的是宝剑酒 宝剑酒代表一种作恶梦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还是经常想起这个人 甚至你也会作恶梦 这段情感对于你造成的伤害 到目前为止 你也还没有办法去平复你的心情 最后我们看到你抽到的是 通常出现死神这张牌是代表 就有了这段关系 已经经历了一个彻底的转变 彻底的结束 不过也希望你看到死神这张牌 不要这么的难过 死神在塔罗牌上 其实有一个相当正向的意义 它代表你要结束一段 不是那么适合你的一个情感关系 也代表你将结束 就有一切的束缚 结束掉就有一切不好的事物 你即将重生迈向一个新的开始 也希望你不要一直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面 结束才代表你的人生 你的情感 才能有个全新的开始 不过呼应到今天的主题 看到这里为止 我认为你心里目前所想的这个人 他比较对于你比较没有情感 比较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情感了 甚至我相信你对于他也是 都有一种这里充满着保健 充满着伤害 甚至你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放下他 不见得说你还有多爱这个人 很多时候是来自于那种不甘心 甚至来自于那种 你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的那种感觉 所以也鼓励选到这一组的观众朋友 希望现在的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好好去抚平你内在受伤的心 这才是你目前最需要做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light 出现光明这张牌 它上面是在告诉你说 不管现在的你是处在一个多么黑暗的一个状态底下 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会重新回到光亮 你是会找到光亮的 不管现在多么黑暗 总有一天黎明是会到来的 下一张你抽到的是transformation 这张牌是代表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这张牌就像刚才所看到的死神牌是一样的感觉 它在告诉你说 现在的你在经历一个相当大的转变 不要去害怕改变 这样的你才能够重申 才能够重新开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一张讯息牌卡呢 这里抽到的是 Fly with the Ferris 它说你要勇敢的飞翔 Today is a brand new chance for you to feel bright and eager about life 它告诉你 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你有新的机会 可以重新燃起你 对于生活 对于生命的热情 所以鼓励选到最后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虽然看到目前为止这段关系 我相信在你今天做占卜之前 你可能心里也有也知道答案了 这比较像是一段已经结束的一段关系 只是到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过我也想要鼓励你说 修复一段情感对于你造成的情伤 是需要时间的 慢慢的去调整你自己 慢慢的去修复你自己 给自己一段时间 但是也希望你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深渊里面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而且你也要相信总有一天 你是会靠着你自己的力量 你是能够振作起来的 就像最后一张图卡告诉你的 你要给自己力气 给自己勇气 你要相信 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好好的去珍惜你所拥有的 你会发现生命里 还有更多更美好的事情 更美好的人 等待着你呢 以上就是选到 第六组牌卡的观众朋友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订阅 记得开启通知的小铃铛 也欢迎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需要的人看见 我们就下次见了 也祝福你们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